可爱的孩子装扮成各式各样的万圣节角色 跟着老师一起跳舞 他们是第一社福基金会的心智障碍儿童 虽然动作上有些缓慢 但为了庆祝第一家园的十岁生日 曼菲天使们正努力线上练习许久的表演 台北市民很棒 都在进步了 越来越能够接受在你的社区里面 有这么样的一个设施 然后能够照顾这么多的朋友 大家都愿意用我们的包容的心 非常的慈悲的心来接纳我们的孩子 位于新一路五段的第一社福基金会家园大楼 成立至今已经有十年的岁月了 是许多身心障碍者的避风港 虽然当初进驻时 一度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弹 但最后还是顺利进驻 成为这些弱势孩童跟生长者永远的家 第一儿童中心 我们的永外发展中心 也变成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家长的一个的 本来可以说一个避风港的这样子 孩子在那边每天很快乐的生活 很快乐的学习 然后很顺利的成长 庆祝活动现场 除了有跳蚤市场 还有闯关游戏让大家一同参与 第一社福基金会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十周年 让心智障碍者继续获得更好的帮助 记者 通通话 采访报道